国外疫情升温 最近入境返的民众都有上千人 传出一位横跨百货金融变性的三七大亨 也要求旅居海外的亲友儿子和媳妇等 回台湾避疫情 这国外籍媳妇回台确诊 年轻的外籍媳妇回台后觉得有些不舒服 就医检查后确诊 立刻住境妇押隔离病房治疗 不过因为她从小就习惯西式餐饮 因此对于病房内的中式餐点相当不适应 甚至一度大吵大闹 医院面对贵客也不敢懈怠 于是立刻调整饮食 但由于她还是吃不惯 甚至还有医师特地为她外出购买美食汉堡 对于媒体询问 陈志忠回应没有收到这个讯息 但也强调不合理要求 就是妨害医院秩序 24条跟106条 不是住院的病人闹事 我们就当做没事 陈志忠强调如果住院的病人 跟看诊的病人闹事 都会有相关的法条规范 而且一定会根据法条加重处分 这些声音众先为宜台北报道